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老师想问一下 大家平时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跟家人还有朋友联系呢? 有没有使用过或者是正在使用微信这类的产品呢? 哦 我们有很多学生会说是用微信和电话 还有呢 脸书 是不是啊? vchart Facebook 还有呢 哦 在中国的时候呀 是和朋友们联系呢 是用微信 那在国外的时候呢 就用WhatsApp 嗯 非常好 还有用电话 用Lan 很多种方式跟家人一起联系 对不对? 嗯 OK 非常好 那我们今天啊 热身之后呀 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课文内容 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单词部分 用户 user 我们可以说呀 大家都是啊 微信的用户 对不对? 嗯 我们也都是啊 QQ的用户 微信的用户 QQ的用户 还可以说呀 我们都是啊 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的用户 手机的用户 电脑用户 还有啊 因为疫情呢 我们都在待在家里边 所以啊 我们现在呢 是离不开网络的 大家呀 都是啊 网络用户 OK 非常好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颠球 刚才的图片 大家还记得吗? 梅西在做什么呢? 她就是在用膝盖让球跳起来 我们叫做颠球 看一下明星 嗯 大家知道的明星呢? 都有哪些中国明星呢? 都有哪些中国明星? 啊 Jackie Chen Jackie Chen的中文名字 大家知道吗? 是啊 成龙 嗯 武术明星 还有呢 Bruce Lee 对吗? 李小龙 大家都喜欢哪些中国明星呢? 嗯 有的同学喜欢中国明星是啊? 啊 王力宏 王菲 OK 非常好 直播 我们看一下 直播 现在呀 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啊 在网上直播卖货 Make a live broadcast 直播 现在呢 网络呀 越来越发达 然后呢 有很多软件在国内 比如说 大家知道的抖音 还有呢 还有哪些呀? 嗯 西瓜视频 有很多呢 都是可以进行直播的 比如说我们呢 说您好汉语课堂呀 也有直播课 有老师啊 给大家进行直播上课 嗯 老师 说您好的老师 在直播SSK五级课 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导致呢 很多学校呀 都是通过直播来进行上课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学校呀 都是通过直播来进行上课的 OK 好 我们看一下宝贝 我们可以说 小baby 宝贝 豆 amuse to tease 我们可以说 豆笑 把他豆笑了 还可以说 豆小孩 豆小孩 或者是说 豆你玩 豆你玩 豆小孩 他很幽默 每次说话呀 都非常的豆 我们可以说 他非常的幽默 说话呀 很豆 就是很有意思的意思 他非常的幽默 说话呢 很豆 宣传 宣传的意思啊 就是啊 用一些方法呀 让很多人知道 通过一些方法 让很多人知道 比如说 宣传广告 宣传海报 还有呢 在街上的时候呀 我们会接到很多商店的宣传单 宣传广告 宣传海报 还有呢 宣传单 通过做广告来宣传产品 产品呀 是我们上集课学习的 通过做广告来宣传产品 通过做广告来宣传产品 宣传进步思想 宣传进步思想 嗯 在微信的时候 在微信里边有很多宣传的广告 在微信里边有很多宣传的广告 去逛街的时候 我们会收到很多商店的宣传单 去逛街的时候 我们会收到很多商店的宣传单 看一下手笔 手笔啊 它是用来形容我们办事情 用钱呢 很大方 很气派 很大方 很气派 这个时候呀 我们是说大手笔 这个公司大手笔的宣传 这个公司大手笔的进行宣传 这就是指这个公司啊 用了很多钱来进行宣传 这个公司进行大手笔的宣传 还可以怎么样来用呢 嗯 这是一笔大手笔的捐款 这是一笔大手笔的捐款 它大手笔的买入了公司的股份 它大手笔的买入了公司的股份 OK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推广 推广啊 就是扩大应用的范围 推呢 是指扩散 扩大 广呢 是让大家都知道 那推广的意思啊 就是扩大应用的范围 比如说 推广普通话 还有呢 推广汉语 推广普通话 推广汉语 中国呀 现在呢 在推广微信的使用 中国现在在推广微信的使用 他们在推广公司的新产品 他们在推广公司的新产品 注册 这个我们都知道 to register 嗯 注册 汉语考试啊 我们首先呢 是需要注册 嗯 还有呢 HSK考试的时候呀 我们首先要在网站上注册 欢迎大家邀请更多的朋友 注册say你好汉语平台 欢迎大家邀请更多的朋友 注册say你好汉语平台 OK 这是我们词汉的第一部分 用户 微信用户 电球 明星 足球明星 电影明星 直播 直播客 宝贝 豆 豆 豆笑 宣传 扩大宣传 宣传产品 手笔 大手笔 推广 推广普通话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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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考试 OK 这是我们词汇的第一部分 大家掌握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词汇的第二部分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召开 召开啊 我们常常是说 召开会议 召开会议 北京将在明年 召开重大的会议 在明年召开重大的会议 开学的时候呀 老师呢 老师 学校召开新生大会 每年开学的时候 学校都会召开新生大会 每年开学的时候 学校都会召开新生大会 召开会议 合作 合作愉快 非常喜欢跟您进行合作 Coprate To work together 他们是伙伴 已经合作了三年 他们是非常好的伙伴 partner 他们是非常好的伙伴 已经合作了三年 总裁 那就是一个公司的最高的人 我们叫做总裁 公司的总裁 公司的总裁 实现 实现呢 我们可以说 实现梦想 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梦想 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希望能够能够跟您合作 然后呢 成为工作的伙伴 实现我们的价值 我希望跟您进行合作 成为合作的伙伴 实现我们的价值 覆盖 to cover 网络覆盖了整个地区 网络覆盖了整个地区 移动 to moon 中国移动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中国移动公司 请不要随意的移动东西 请不要随意的移动房间里的东西 通信 我们可以说通信公司 通信工程 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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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应用 应用非常的广 应用非常的广 我们应该呢 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啊 应用到社会当中去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啊 应用到社会当中去 应用的非常广泛 现在呢 微信呢 应用的非常的广泛 OK 这是我们词汇的第二部分内容 召开 召开会议 合作 合作伙伴 跟谁进行合作 有好的合作 有好的合作 合作关系 伙伴 合作伙伴 总裁 公司总裁 实现 实现梦想 实现价值 覆盖 覆盖的范围非常广 覆盖 覆盖了这个地区 移动 中国移动公司 移动通信 应用 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OK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汇部分 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 首先啊 请同音们先读一下 请同音们先读一下 OK 好 现在呀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来一起读一下 举着手机 边颠着球 边拍 国际足球明星 梅西 用微信直播自己的颠球技术 把手机另一头 一个正在哭的小宝贝 都笑 这条30秒的全新广告宣传片 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 如此大手笔的推广 腾讯 腾讯自有其底气所在 微信在海外注册用户 已经超过7000万 且在快速增长当中 7月3日 在北京召开的 2013腾讯合作伙伴大会上 腾讯 腾讯总裁刘志平 言语间充满了骄傲 2011年1月 微信上线 同年4月 以英文名 WeChart 正式进入国际市场 2011年12月 实现支持全球100个国家的短信注册 2012年底 覆盖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个 如今 微信已经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支持16种外语 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移动通讯应用 OK 读过这篇课文呢 我们对微信的发展是不是有一定了解啦 那大家也知道了 刚开始咱们热身的环节里边 有一个关于梅西边球的 那他跟克文有什么联系呢 现在我们是不是知道啦 梅西边球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梅西边球他是在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想一下 嗯 梅西亚边球呢 他是在用微信进行直播 这是一个新的广告宣传片 是在进行推广 在全球15个国家上线 为什么选择梅西呢 因为梅西啊 是非常有名的足球明星 对不对 可以啊 通过他用微信呢 来直播 来提高呢 微信的知名度 让更多的人啊 因为明星 因为梅西呢 认识到了微信 好 第二个问题 请同学们回答一下 哦 如此大手笔的推广 请到了梅西 而且呢 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 微信 腾讯 非常有自信 对不对 腾讯公司 非常有自信的进行大手笔的推广 是吗 嗯 对 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如此大手笔的推广啊 腾讯自有其底气所在 有底气 有底气啊 我们的意思就是有自信 底气很足 就是非常的自信 我相信我自己的意思 非常的自信 嗯 我一定能考第一名 他非常有底气的说 那这句话就 意思就是说 他非常的有自信 他能够考第一名 有底气 OK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微信的一个发展史 发展的历史 微信是哪一年上线的呀 是 11年1月份 微信上线了 那在2011年 也就是同年的4月呀 是以英文名 Vchart 进入了国际市场 走出中国 走向了世界 对不对 在国际市场上 然后呢 12月 支持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短信注册 对 我们都知道啊 大家想要有一个微信的话 一定要用短信来注册 他在2011年的12月呢 就已经支持了全球 100个国家短信注册 12年底啊 他覆盖 微信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呢 超过了100个 如今呢 微信已经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支持16种外语 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移动通讯应用 移动通讯应用 所以呢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了微信的发展史 微信的用户呀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7000万了 而且呢 是在快速的增长当中 大家对微信有没有一定的了解呢 OK 首先啊 咱们介绍了是 微信啊 现在在进行一个大手笔的推广 那他是呢 用梅西在直播颠球 然后呢 他逗笑了一个小宝宝 这样的一个广告啊 在1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映 进行推广 微信呢 是非常有自信的 为什么呀 因为呢 现在海外的用户呀 已经超过了7000万 而且呀 还在快速的一个增长当中 微信呢 发展非常的快 11年4 11年1月呢 微信上映了 在4月的时候呀 在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国际的市场 而且呢 12月份啊 支持100多个国家的短信注册 在12年底呢 已经覆盖了国家和地区呢 超过100个了 现在呀 已经超过200个了 并且呀 支持16种外语 现在呀 大家知道 微信呢 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移动通讯应用 OK 本节课的课文内容 大家掌握了吗 对微信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 OK 非常棒 我们现在呀 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词语搭配部分 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下 推广 我们可以说 推广普通话 现在呀 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 中国呀 有非常多的方言 每一个方言呢 其实之间呢 是很难去懂的 所以呀 现在呀 中国政府呢 正在加大力度 推广普通话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推广普通话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推广普通话 推广汉语普通话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推广汉语普通话 推广新技术 嗯 这门公司啊 在大手笔的 这个公司在大手笔的推广新技术 这个公司在大手笔的推广新技术 推广新产品 嗯 还有呢 我们可以说推广经验 推广留学经验 推广成功的经验 注册 嗯 比如说我是一个总裁 我想看一个公司 那么首先呢 我需要注册公司 OK 我们还可以说注册邮箱 注册成为会员 请大家注册成为会员 成为是你好汉语平台的一名学生 欢迎大家注册 好 这是注册 合作 我们可以说合作伙伴 我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合作公司 嗯 这两个公司啊 是合作公司 关系啊 非常的友好 还有合作精神 我们从小呢 就要培养我们的合作精神 知道与其他人呢 进行合作 共同的完成任务 我们从小呢 就要培养我们的合作精神 知道呀 与其他人进行合作 共同的进步 去完成任务 中心 中心 我们可以说城市的中心 政治啊 中心 经济中心 工作中心 还有研发中心 研究开发的中心 我们叫做研发中心 好 看一下下面 状语加上中心语 按时召开 嗯 这学期开学的大会将会按时召开 这学期开学大会呢 这学期开学大会呢 将会按时召开 顺利的召开了本年度的工作会议 顺利的召开了本年度的工作会议 还可以说成功地召开了这次会议 成功地召开了这次会议 应用 我们可以说普遍的应用 现在呀 大家已经开始普遍应用 微信进行聊天 进行交流 大量的应用 大量的应用 新产品 通过这个公司大手笔的推广 这个产品呢 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通过公司大手笔的推广 这个产品呢 进行了大量的应用 OK好 这是我们词语搭配的部分 推广汉语普通话 推广新技术 推广产品 推广经验 注册公司 注册油箱 注册会员 合作伙伴 合作公司 合作精神 城市中心 政治中心 经济中心 工作中心 研发中心 按时照开 顺利照开 成功照开 普遍应用 大量的应用 大家掌握了吗 OK好 现在呀 我们一起来选择一下正确答案 做一个这个小小的练习 像这样能够给全社会信心与快乐的事情啊 我们应该重点什么呢 宣传还是推广 宣传啊 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通过一些手段和方法 让更多的人知道 推广呢 是指普及 让它的范围呀 更加的广 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范围呢 更加的广 让更多的人呢 去使用 要吃中国菜 首先要学会 什么筷子呢 应用啊 我们常常是说抽象的 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把这些经验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使用呢 常常是具体的 使用什么东西 OK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应该重点的 是哪一个呢 哦 是推广 对不对 就是说 这样呢 能够快乐的事情啊 我们应该去推散 推开 让更多的人 广泛的应用 广泛的知道 那能够使全社会啊 更加的快乐 宣传啊 我们常常是宣传思想 宣传一定的产品 是一个宣传 传播的作用 第二个 要吃中国菜 你首先要学会 我们用的是 使用筷子 对不对 OK 应用啊 我们说的是一些抽象的 使用呢 是学会用什么东西 看一下第二题 大家做一下 给括号里的词语啊 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 下和出 我们下车的词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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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背景提出来的 我们说是什么样的背景下 对不对 那下应该放在B这个位置 背景下提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 那新开发的结果是什么呀 开发出对吧 所以啊这个答案是C 公司新开发出的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 所以啊第一个答案是背景下 第二个是开发出的产品 OK 这是啊我们这节课学习的课文内容 首先啊我们讲了微信的广告 微信的广告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在脑海中想一下 嗯是一个明星 那这个明星是谁呢 梅西对不对 梅西他在做什么呀 他在用微信直播颠球 然后呢 他这个微信的直播呀 有什么效果呢 啊逗笑了小宝贝对吧 嗯这个是一个微信的新的广告 为了大力的进行宣传 然后呢这个广告呀 在15个国家和地区呀 同步的上映 起到了非常大的宣传效果 那微信呢 他大手笔的投入啊 是因为他自己是有底气的 非常自信的 因为呀 现在呢 在海外已经有7000万的用户 在使用微信了 而且呢 人数在逐渐的增加 在召开的会议上啊 微信的总裁呢 是非常非常的自信的 好 那微信的发展啊 我们记得 他是2011年1月的时候呀 公司注册的 然后呢 在4月份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在海外 以微chart的名字呢 开始应用了 然后呀 在2012年的时候呢 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开始使用 到现在呀 已经200多个国家 并且呀 微信呢 支持16种语言了 这是我们学习的 微信的广告 还有呀 微信的发展的情况 大家在课后的时候呢 自己要利用一定的时间 自己尝试着像老师这样 根据关键词语啊 把课文呢 进行复述 想一下 这节课呀 我们都想了什么内容 然后明星 逗 宣传 总裁 召开 注册 实现 应用 OK 本节课呢 又来到了我们的扩展环节 那就是SSK5G话题分类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因为呀 这节课我们讲的是微信部分 所以呀 我们进行的总结呢 就是电脑网络 关于电脑网络的词汇呢 我们需要掌握的有下面这些 键盘 那就是电脑的键盘 对不对 鼠标呢 是啊 这个鼠标 嗯 光盘 CD对吧 嗯 电脑光盘 信息 Message Information 信息时代 现在呢 是一个信息的时代 硬件 硬件的设备 硬件怎么样呢 硬件相对的呢 就是软件 硬件和软件 电脑硬件 电脑软件 数码 数码 数码产品 数码照相机 数码设备 数据 嗯 电子数据 数码数码 OK,看一下下面,程序,程序,我们可以说是Program,电脑的程序,它的工作是电脑程序,它是一个程序员,程序员,系统,电脑的系统,还有网络,Internet,网络很好,网络不好, 有的时候呀,同学们看老师的视频会有点卡,然后就会说,老师网络不好,信号,信号好吗,信号不好,电脑信号,手机信号,还有呢,就是我们离不开的充电器。 OK,现在呀,请大家从上面的表格中选择合适的词语来进行填控。 我忘带手机什么了,得节省着用,先关机吧。 汉字是一个整体的,字与字之间是有联系的。 调查什么显示? 用户们对微信的服务很满意。 喂,您说什么,我听不清,这里什么不太好。 好,请同学们做一下这部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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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salt。 威尬呀。 啊都没有��릴费。 视频这么拥有 semble残势。 corporate啊 alarm。 优优员420꾸。 每个频道。 我看出窓了个闪口。 今天啊。 원� incredibly快速心。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呀 我忘带手机什么了 因为他后面说了要节省着用先关机 所以说呢是手机没电了 要需要的是充电器 但是呢应该是忘带了 所以第一个呀我们说的是充电器 第二个呢汉字是一个整体的什么 字与字之间啊是有联系的 那我们说字与字之间呢是有联系的 我们说它应该是一个整体的 嗯整体的系统 调查什么显示啊 那我们一定是调查了很多人 然后调查的结果数据显示 所以第三个呀应该是调查的数据显示 喂您说什么我听不清 听不清楚呀这是这里的 信号不太好 OK所以第一个呀是充电器 第二个是系统 第三个是数据 第三个呀是信号 OK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内容 微信的使用 OK大家掌握了吗 嗯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